大家好 此時此刻我仍然身在英國 繼續我這個度假行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英國的所見所聞 很多來了英國居住的香港朋友 都有和我說裝修這個話題 他們覺得在英國裝修都挺折磨人 但是其實在香港裝修 延期都是家常便飯 很多時候裝修師傅告訴你一個月 你都不是真的想著一個月搞定 香港都經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是英國有什麼不同 英國延期可能延得比香港長 但是更加關鍵的是 在英國裝修經常都會遇到難尾 甚至是裝修佬走佬的情況 真是人才兩失 為什麼在英國裝修會特別容易遇到難尾 或者裝修佬走佬的情況呢 我在英國的朋友 就據他們的移民目睹 自己的親身經驗 他們就有些看法 首先有朋友提 英國裝修和香港裝修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香港就有齊了一些圖質 但是英國呢 這方面呢 就沒有了 很多水啊 電啊 煤氣啊 那些圖質啊 接駁啊 在哪裡呢 整間屋的結構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都是靠裝修師傅 靠古啊 因為沒有圖質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屋啊 樓啊 很多都歷史悠久 根本很多都是古董來的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啊 隨時 你說 你怎麼可能要求他現在 找回一些設計圖啊 圖質啊 所以很多時候裝修 裝修師傅是沒有圖質去看 所以裝修師傅是憑過經驗去做個判斷 那說得什麼呢 坦白一點就是靠古啊 但是靠古很多東西是未必準確的嘛 那他要呢 裝修師傅要入屋了 真是進行實際工程的時候 他才感受到實際的情況不同 那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如果他當初是靠古去做一個報價 那麼這個是很不準確的 他進入屋裡 可能會發覺實際情況 跟他原先古的不同 於是就會出現 這裡原先的報價 其實就未必做到他這件事啊 舉個例子 倫敦很多的時候 地下都是石灰土 那石灰土一般跟那些 有什麼的不同呢 就是石灰土是比較 有些稀疏的泥土 就是爛泥泥 那如果你的地基 就是石灰土 一些爛泥 和石地呢 就是你做工程呢 那個成本是很不同的 那個時間也都很不同 那如果當初裝修師傅 靠古呢 是做錯個判斷的時候呢 那他的報價就錯了 於是這些呢 就出現很多的爭執 那如果 那可能 譬如 裝修師傅 也會要求 那個屋主 是不是可以給多些錢呢 那這方面 有時候大家又會覺得 喂不是啊 那你現在打死狗 講假 那屋主也會有些 心心不分 有些不服氣 那很多爭執 那跟著那些 裝修師傅也會想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又跟我原先 如果一旦說不定 或者他根本 或者他根本 未必是錢的問題 而是他的能力 都處理不了 現在實際 那些 那間屋 想面對的問題 那 就一走了之了 所以就比較 在香港的情況 就不同 就是在英國的裝修 都很慣性 出現了一些所謂的爛尾 或者是裝修佬走佬 這種的情況 不單止是 香港的移民遇到 其實在本地的英國人 土生土長的英國人 他們在裝修的時候 都不時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有朋友 在一些本地人的 裝修網站 其實都看到 很多本地人 經驗之談 就教路 怎樣去處理 這種 經常在裝修會遇到爛尾 或者裝修佬 就佬的情況 其中一招就是 你應該要找 那個裝修師傅 是住在你區的附近 即是你鄰居 因為你是鄰居 你知道他的房子在哪裡 他走也走不掉 而那個裝修師傅 也不會因為 一單工程 我做不到這單工程 一走了之 放棄了整頭家 就遠走高飛 因為不值得 不會為一單工程 整個家都不要 你去其他區分 再重新建立 都 成本都相當高 所以本地人就教路 你應該找一個 住在你附近的裝修師傅 這招是否洗得呢 見仁見智 不過就是本地人提出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一件事 在這裡 裝修出現的問題 亦都是因為 跟香港有一個基本分別 香港人 基本去做裝修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 其實重點就是 在室內設計的部分 即是你怎樣搞靚房子 我們做裝修 很多時候就是怎樣搞靚房子 但是在英國做裝修 是不同的 英國做裝修是有兩大部分 一部分就是建造工程 建造工程就是 拆樓 整間屋拆了去重建 拆牆 地基整個 這個是一個重要部分 做完這部分 跟著才是跟香港一樣 就是做室內設計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找裝修師傅 如果你幸運 找到一個同時熟建造工程 又熟室內設計 當然萬事大吉 因為兩飯都可以 但是有時候 世事就沒有那麼理想 可能你找的裝修師傅 只是熟建造工程 又或者你找的裝修師傅 只是熟室內設計 於是一部分做得好 另一部分 可能會出現蝦碌 這個在香港 我們去做裝修的時候 以往沒有遇過這些問題 所以根本就不知有這個問題 不覺是這個問題 但是來到這裡 大家就要留意這部分 舉例我的朋友 他就面對這個情況 他找了一個裝修師傅 很熟建造工程 但是就不熟室內設計 於是做做一下的時候 就發現問題重新 都叫苦連天 我這個朋友的事情 我不可以說他有多典型 不過肯定是真人真事 一個真實的案 在這裡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經驗 讓大家從錯誤中學習 下次如果做裝修的時候 可以更加精明 希望避免了一些我朋友 曾經現在遇到的問題 我朋友在去年來英國 就在大倫敦區裡買了一間屋 這間屋相當的歷史悠久 是在1933年建造的 現在是2023年 即是足足90年 眨眼就成為一間八年歷史大屋 這間屋是一層的 室內面積有1300多呎 室外有個2500呎的花園 停車空地 相當大 他買這間屋 用了八十幾萬磅 即是港幣八百幾萬 在香港肯定沒有辦法 八百幾萬可以買到一間大屋 在英國他用了港幣八百幾萬 英鎊 即是八十幾萬的英鎊 就買了這間屋 他原先找了個裝修師傅 去做個裝修工程 師傅說會是九個星期去完成這個工程 但結果 現在我朋友最樂觀的估計 就是在今年七月底會完成這個工程 但如果七月底真的可以完成到 都足足要27個星期 即是由九個星期變成27個星期 而27個星期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還要拭目以待 究竟七月底是否真的可以完成整個工程 另外造價 原本報價是12萬磅 最後到今天就已經用了超過14萬磅 究竟這是否最後的數字 現在也不知道 所以既超時也超知 講到這裡 我感謝上帝 因為雖然我只是一個來旅遊的身份 但是上帝也給我機會感受到 移民英國人的苦語樂 其中包括裝修問題 我這位朋友原本就說 去年年底跟我說 她家屋會在今年三月底 就完全裝修好 所以如果我四月底來這裡旅行 就可以歡迎我入住她家大屋 享受她家百年歷史的新屋 做第一手住客 但是事與願為 現在都未見到家鄉 她家屋裡 她預計可能七月底才會完成 當然我就住不了 幸好我有另一位朋友 仗義幫忙 在倫敦收留我 等到我不用在這裡流到街頭 講到這裡 我就真的要很感激 在英國不同的朋友 因為去到不同的城市 都有很多非常之代客 相當友善的朋友 非常之好 接待我 讓我在她家居住 所以在這裡很感受到 出外靠朋友這個說話 在這裡要再次多謝他們 說回我朋友裝修的情況 她原先來到英國之後 她怎麼找裝修的呢 她就上網站找的 因為這裡有個網站 就是叫做 CHECKATRADE 這個網站 本地人都會上去找裝修師傅 我朋友透過這個網站 最後就拿了三個報價 她就選了一個 無論時間和報價 都是中間的裝修師傅 是一個富爾德仁 這個富爾德仁 移民了來英國已經三十多年了 所以都是 絕對是本地人 她做裝修工程都做了二十多年 用我朋友的形容就是 紅富子出身 誰知道 這個富爾德的裝修小老闆 她是小老闆 她下面有五六個工人幫她 這個富爾德裝修的小老闆 她自己很投入 很熟悉建造工程 但是裝修工程 室內設的就一般 所以我朋友遇到什麼情況呢 最初一開始做這個裝修的時候 因為是拆屋 建造工程部分 這個小老闆做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燙貼 兩個多星期 不用三個星期已經拆了房子 還建了一個地基 搞到非常之有效率 而且也做得樣樣妥妥貼貼 每天都拍照 向我的朋友報告的進度 令我朋友是非常之滿意的 但是兩個多星期 搞定建造工程的部分 問題就來了 接著就進入室內設計的部分 嘩 很多掉漏了 充分顯示這個小老闆 其實就不太掌握 或者也沒有什麼興趣 做室內設計的部分 例如她去訂一些關於 裡面 奸屋內籠裝潢的那些材料 就亂了 很多東西都時間 訂到遲了 原先以為今天會來 但是可能又遲幾個星期 才能訂貨 這些完全是 完全感覺不到 為何一個做了二十多年 裝修的人會出現這些情況 另外 亦有很多的掉漏 例如鋪了地板 才發現電線 電制搞錯了 於是又要拆了地板 重新鋪了那些電線 大家想想 這些REDO的工程 你說多浪費時間 多浪費錢 另外 這兩件事更加慘烈 就是 竟然會不見了那條WiFi線 WiFi線失蹤了 原先的屋主 是相當之 本身已經做好WiFi線 那 但是 這個裝修師傅做的時候 竟然可以不見了這條WiFi線 令到現在我朋友 譬如去這間屋的屋地的時候 是不能上網的 因為這條WiFi線 已經在鋪牆 鋪地板的時候 失蹤了 我朋友幾乎 現在想著 是否要登尋人啟事 找回WiFi線出來 所以最後 你說多脫掉了 現在最後我朋友 可能需要聯絡電訊商 要再回來 如何搜尋WiFi線出來 這些都是相當影響工程進度 甚至其實都是浪費錢 另一些情況就是 原先 一間這樣的屋 當然很多門 很多門鎖 那 裝修師傅就說 他可以找一個 熟悉這些專門的門鎖像 來搞這間屋的門鎖 一天就搞定了 不過就是要付800磅 當然也不便宜 但是專業 一天又搞定 我朋友也是同意的 但最後呢 裝修師傅就說 這些熟悉門鎖的門鎖像 很忙啊 所以就找不到他們來 最後呢 就由裝修老闆自己熟下的工人去做 但是呢 就做了 就是足足兩個星期 由一天變成兩個星期 你說這裡有多少時間呢 鋪地板的情況也是 原先 裝修小老闆就說 他可以找一個熟悉鋪地板的工人來 一天就搞定了 最後又說這些熟悉鋪地板的師傅 又是很忙 就來不了 找不到 於是就由這個 裝修老闆熟下的工人去鋪 搞了幾天 這些加起來呢 全部都是時間 全部都是錢 就反映了在我朋友呢 那個工程上面 所以我朋友呢 難免呢 叫苦連天 心以為苦 不過呢 在我朋友這個案例裡面 除了以上呢 我覺得以上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朋友這個案例呢 也都有一個 就比較特別 比較獨特殊的原因呢 都可以跟大家 一起去講講 分享經驗 當然我事先是 經我朋友呢 同意將他的案例 和大家分享的 我朋友呢 就最差 因為做建造工程的時候呢 覺得這位傅爾德的裝修師傅做得很好 所以呢 就很滿意 所以當他有另一位 由香港移民來到的朋友呢 都想裝修的時候呢 就推薦這個師傅 介紹給他的香港朋友認識 哇 那問題就來了 他們很快就傾成了這件新的裝修生意 而呢 一旦傾成了這件生意之後呢 那個傅爾德的裝修師傅呢 就把心思呢 就由我朋友那間屋 就轉移到我朋友那間屋 就轉移到我朋友那間屋 一方面呢 可能是新的工程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剛剛提過 這個傅爾德的裝修師傅呢 對拆樓呢 建造工程那部份 是特別有興趣的 那麼 當朋友已經進入設計 室內設計那部份 而朋友的朋友呢 那個工程呢 就是拆樓 建造工程那部份 那就是開正這個傅爾德 裝修師傅的精宗下滑 就是開正他的飯 那所以呢 就是 你說實際做生意的角度也好 或者他個人興趣也好 那所以那張精力呢 就全部呢 就投入了去我朋友的朋友的 那個 那個 家裡的裝修裡面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朋友呢 就 就 慘成呢 就是犧牲者 不過整件事去檢討呢 就覺得自己也是始作俑者 因為自己介紹的 那他去吸收經驗的時候呢 就說 人呢 都是應該做好人的 不過呢 做好人 就是無論對個裝修師傅 或者對個 對他香港的朋友 不過呢 做好人的時候呢 都需要一些精明一點 需要一些智慧一點 這個是他的他的感受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那呢 就是一百個人呢 其實有一百個案例的 那 那究竟我這個朋友的案例 有幾典型性呢 那我這裡就不評論 不過呢 就絕對是一個 真人真事 真實個案 大家呢 就作為一個參考 今天在這裡和大家的分享 聊到這裡 拜拜